欢迎持续锁定静新闻 我是陈元纯 新闻开始带你关注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最新的画面 表示从新型的核动力巡洋潜舰上 试射了一颗洲际弹道飞弹 这款核动力潜舰最多可以搭载六颗的核弹头 再加上试射了时机敏感 引发了外界讨论 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接受了美国节目的专访 他表示现在这个时机点 是不可能跟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的 也强调美国知道乌克兰的立场 白色亮光直冲云霄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 俄罗斯海军的先行核动力巡洋潜舰 亚历山大三世 成功从靠近北欧的白海 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狼牙棒 顺利集中远东勘察 加半岛的目标引发外界关注 美国科学家联盟指出 俄军核动力潜舰 可以搭载六颗核弹头 再加上时间正值 普丁撤销批准全面禁止 核子事报条约的三天后 今年10月 俄罗斯总统普丁出访北京时 还被拍到随护首题传说中 装有核武按钮的公示包 上述种种迹象都加剧 俄罗斯是否动用核武的隐忧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 现在无意涵俄罗斯谈判 美国总统和国会 应该都知道乌克兰立场 他还将普丁比喻成恐怖分子 强调乌克兰还不打算将 自由交到普丁手中 所以会持续战斗下去 看来这场战争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见新闻张玉杰 汪永白报导